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议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猜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 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 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 门徒为这话一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念其摩 躺或你们看见人子 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门徒中有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今天的经文 似乎还是灵流在 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到耶稣在当中 对他自己做了一个宣告 就是说他是生命的粮 所以因此在这里 约翰就下了一个很大的篇幅 来解释生命的粮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进入 我们要看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来先 我先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请问你们有看过 这图画里面的这四本的书吗 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四本的书 对我们当中的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还有红楼梦 这四本书 在古今往来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 他们也很多人有改编 甚至呢 也有人把它拍成这个电影 这个的联系剧 甚至呢 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 因此呢 在当中的这些人物呢 大家都做了很多的 详细的一些的 这个的呈现 所以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可能今天 我问大家的话 在这四本的这个古典里面 你比较熟的是哪一本呢 《龙龙梦》 《回虎传》 《西游记》 还是《三国演义》呢 我相信呢 恐怕你最熟的那本 可能就是《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因为这两本书 普遍被翻成电影啊 电视剧啊 比较多 而且呢 我相信呢 大家可能对《西游记》呢 是更加熟悉过《三国演义》的 因为《西游记》里面呢 非常多 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 也有这一个妖怪啦 神佛啦 甚至当中也有很多这些的 很刺激的这种的打斗的场面啊 还有这个孙悟空也有七十二遍啊 所以我们都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 如果我们说《西游记》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一个就是《西游记》里面 主要的那几个的人物喔 当然这个 有《沙无尽》 还有孙悟空啦 小白马啦 猪八戒 还有这一个的唐僧啦 可是我想问大家 如果这一个的团队里面 谁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在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团里面 谁是整团里面最重要的 是不是猪八戒 是不是小白马 是不是孙悟空 是不是沙无尽 还是是不是这个师父 唐僧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这个唐僧啦 因为呢 唐僧他要去到这个 西天呢 去取西经啦 所以呢 他的旅途当中呢 就有这几个特别的徒弟呢 就保护他了 所以呢 苏悟空有七十二遍喔 小龙马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他是由那个龙来变成的 猪八戒呢 是 就是那个猪变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这几个就彼此的保护 保护什么呢 保护他们的师父 要确保师父能够安全的到达 这个西天去取经 那如果这个的旅途当中呢 师父若是 就是死了 这个的旅途就结束了 而且呢 我们也知道呢 在这个的旅途里面 充满着这么多的危险 都是因为有了一个师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师父呢 他的这个师父呢 他的这个肉呢 据说吃了下去是长生不老的 所以呢 这一个的旅途的里面呢 很多的妖魔鬼怪呢 都打他的师父的主意 所以呢 都想尽办法 想要引诱 想要去打 就是去抢这个师父 甚至引诱这个师父 甚至想办法去毒害他们 就是要把这个唐生的肉呢 拿过来 然后他们可以品尝一下 因此呢 吃了这个唐生肉呢 他就可以 长生不老了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呢 这个的旅途的里面 因为唐生的肉 是吃了长生不老 所以大家都要吃 所以大家都想吃 大家都要来 抓他来吃 所以苏文空呢 猪八戒呢 他们就要保护了 哇 这个的旅程充满着吃鸡哦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如果我要给你吃唐生肉的话 你要不要 吃了会长生不老 啊 就讲说 那个只是一个小 那个只是一个的 一个 就在中国的一个 一个街头小吃 他就卖起来 就十块钱人民币 就吃六串了 所以就吃唐生肉了 因为吃了会长生不老 当然这个我们知道 是开玩笑了 因为呢 这个就是他们 中国的一些 一些的百姓呢 就想到这个的 这个的故事呢 就用这样的一个的点子呢 来做了这个的摊位呢 就来做一些的噱头了 就卖唐生肉 就据说吃了唐生 啊 长生不老 所以很多的百姓 都跑去吃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现在呢 啊 很火爆哦 2010年开始卖 甚至呢 你现在还可以到淘宝里面呢 去买这个唐生肉 回来吃哦 他讲唐生的肉呢 时代呢 就20块人民币 很方便哦 要吗 吃了长生不老 要不要去定义下来吃 吃唐生肉 会长生不老 今天我跟你讲 吃耶稣的肉 会永生哦 你要不要 好吃吗 要不要一起来吃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 经文就是要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耶稣 他更加的详细说到 这一个生命的量 那约翰福音六章 五十一节到六十九节 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福音书的 这个的经文 我就不念了 这个很长 不过呢 如果你去看这段的经文的里面 耶稣他在当中呢 描述他自己的时候呢 他讲到那个血跟肉呢 是可以拿来吃的 这个就很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懂了 而且当时的百姓 更是觉得说很困扰 所以因着这一句话以后呢 很多的人呢 就离开了耶稣 好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 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我讲过 上两周我都讲过 他这整个的教导呢 从这个约翰福音 第六章呢 几乎整章呢 都是因一件事情开始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就是 无饼二鱼的神迹了 耶稣在这个旷野的时候 他就因为百姓很多 跟从他 他服侍他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天色已晚 然后百姓肚子饿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数又多 耶稣向门徒索 就是索取这个食物 来喂饱这个门徒的时候 门徒他们当中呢 就只能够找到 这个小朋友的一个便当 就是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了 所以耶稣就用这个 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呢 就喂饱了 最少有五千个男人的 一个的聚会 所以呢 这个无饼二鱼的神迹呢 就引发了后面的 这些的事情 以致耶稣要针对这一件事情 带出来的一个的果效呢 来讲解清楚 他不要这一些跟从他的百姓呢 对他有误会 甚至呢 对他的整个的形象 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 就借着这一个的五饼二鱼的时候呢 他在后面就 他就说了一大段 就是在解释关于这件的事情 好 我们从五饼二的神迹 我们去理解到呢 结果就有一大群的人呢 就疯耶稣了 当他们吃这个饼 吃饱了以后呢 看到不只是 我们看到 不只是那一个饼啊 可以喂饱他们的肚子 甚至呢 剩下来的零碎啊 还可以装满十二篮 所以哇 这样子的话 这些的百姓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因为在那个时代 百姓不要讲说吃得饱 他们有没有的吃还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那种 在罗马帝国镇压 还有在这个 人民的生活贫困的情况之下 能够有的吃 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这个时候 这大群的人跑到山上 跑到这个的旷野地 去听耶稣的讲道 听完以后 在又饿又渴 然后呢 在天色已晚的情况之下 耶稣竟然可以用一个小孩子的便当 来喂饱他们的时候 这群的人就开始封耶稣了 他们封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 他们就跟 他们就 看见耶稣的神迹就说 这是这个 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了 然后呢 他们要强逼他做王 然后呢 我们看到耶稣呢 就没有救这些人的要求 而顺应他们 就成为他们的王 或者成为他们当中的先知 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 他就离开了他们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这群的人呢 他们因为吃过以后呢 哇 真的是 反正话这样讲 就是呢 有更大群的人呢 就追星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之后那五千个人呢 他们回到去自己加利利地 这个事情就传开 所以传开了以后呢 你可以像看到经文 接下来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这边就有一些的人呢 可能是没有在那边吃的 或者有一些人吃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结伴呢 就赶快的赶去耶稣的聚会所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有的吃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这边讲呢 有人就从这个提比利亚来 然后呢 提比利亚跑去找 跑去伯塞大 找这个耶稣的这个地方 找不到 后来呢 就大概猜说 耶稣应该会在加百农 因为耶稣在加百农那边呢 是有一个的根据地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 他们就后来就从伯塞大 再跑到这个加百农去找耶稣 在海边那边找到耶稣的时候 就说 拉比你是几十到这里来 他们这一群人啊 就好像以前 或者是现在 如果一个大明星来的时候呢 现在就不能了 因为现在疫情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你看到那个明星 特别是韩国的那些明星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些少女们 在机场那边拿布条 拿这些的灯光 又喊又哭又叫 全部去追星 跟这一群人差不多 跟着跑跟着去 就是要去追星 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呢 其实在这里要讲到 就是耶稣他不是明星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说 他并不是明星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去 基督徒也不是粉丝 所以你不用去追星 因为这个不是耶稣所要的 所以因此怎么看到呢 因为这些人 他们吃过五饼鱼 他们得到这个的 吃过饱足过的以后呢 他们就开始什么呢 他们就开始去追耶稣 其实是为了免费的食物 所以耶稣在这个26节就讲了 就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就讲过的 就是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所以是为了食物 他们来吃 所以耶稣不是all you can eat 不是好像我们 XX2的榴莲档 这样吃到你饱 给一笔钱就吃到饱 所以基督徒不用 更不是为了吃而活 所以有人不是这样讲吗 我们的一生 就是为了吃而活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吃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 耶稣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生不单单只有吃而已 他还有更多的事情 是更加的重要 耶稣不是榴莲档里面的榴莲 让你吃到饱 不是all you can eat 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讲的这句话呢 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 因为我们看到呢 耶稣就说呢 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我们从上周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呢 他就告诉我们 生命的粮是真粮 生命的粮是要吃给人的 生命的粮是来自天上吃下来的 而且生命的粮是由天赋赐给我们的 生命的粮最终是要把生命赐给这个世界的 所以因此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生命的粮 耶稣说我就是这个生命的粮 所以讲了以后呢 领受耶稣的话呢 就是领受这个生命的粮 就永远不可 也永远不饿了 因此呢 领受生命的粮就是永生了 耶稣就这样说 因此我们就来看了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于这一句 就是在 耶稣就说了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呢 就对这些的百姓跟从他的就更加的详细来说 耶稣先告诉他们不要追星 耶稣先告诉他们不要盲目的只是为了吃而来 耶稣更告诉他们 他们不要去劳力 为这些壁坏的食物而劳力 而是要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 所以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呢 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这句话就听起来 就怎样呢 就有一点难明白了 那在这里呢 他说我要所吃的就是我的肉的时候 这句话你听下去的时候 哈 我的肉 弟兄姐妹 你听到今天有没有很奇怪啊 今天要吃耶稣的肉吗 所以是怎么样 把耶稣的肉切下来是清蒸 还是去炒肉片 清蒸火锅吗 所以呢 百姓听了就很困扰 因为他讲说 我要吃给你们就是我的肉 所以你们要吃我的肉 哇 犹太人就彼此议论了 争论说 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找你 好了 你告诉我们不要追求那个食物 现在你说你就是那个食物 这样我们就讲说 哈 好吧 那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告诉我们说 原来我们要吃你的肉 哈 那不是很奇怪吗 耶稣在这里就讲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们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吃我的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了玛娜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 加百龙的会堂里面 教训你们说的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呢 整个的镜头 让我们带到耶稣 进了加百龙的会堂里面 这个加百龙会堂 是他曾经在那边赶过鬼 他也曾经在那边服侍过 讲道 也在那边帮助过 这边的地方 所以加百龙对耶稣来讲 或者对加百龙人来讲 耶稣是非常熟悉 而且他们也亲眼看过 耶稣在加百龙所行的神迹 起码那个贪子行走 或者呢 那个彼得的岳母也得 这个热病也得医治了 所以加百龙人 对耶稣很熟悉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在加百龙讲 他说吃我的肉 要喝我的血 这种东西 听都没有听过 谁敢这样讲 而且呢 这个时候耶稣说 他讲我的肉 真的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 真的是可以喝的 难道耶稣真的要我们 吃人的肉 喝人的血吗 弟兄姐妹 你敢吃吗 今天我说 我的肉 我切我的肉给你 切一片给你去煎 来加伯格吃 你敢吃吗 你说不是 我们不会吃人肉吧 因为人肉和人血 不是很可怕吗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喝血 对犹太人来讲 更是怎么样的 大禁忌 为什么呢 因为喝血 在这个 在这个立位记里面 也讲到 就是什么呢 他说 就是论到一切活物 就是在血中 我对以色列人说 上帝说 什么活物的血 你们都不可以吃 因为一切的活物的血 就是他的生命 凡吃了血 就被剪除 所以犹太人 更是禁忌 说不可以喝血 不只是不能吃肉 吃那个人的肉 甚至连这个血 动物的血都不能喝 现在你还要叫我 喝人的血 那不是更难吗 所以吃耶稣的血 还有喝他 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按照 刚才的经文里面 耶稣是这样讲的 吃他的血的话 喝他的血 吃他的肉的话 就可以有永生了 而且在末日 他也可以复 他也会叫我们复活 然后呢 因为我们吃他的血 跟他的肉 所以他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他里面 这个听起来 我们就觉得说 哈 这样子很难理解 真的 因为我把耶稣 吃进肚子里面 耶稣就在我里面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吃耶稣的血 跟喝他的 吃耶稣的肉 跟喝他的血 好处就是有永生 有复活 而且主也跟我们 藏在一起 那好不好 你要不要 你要的话 你要吃吗 你要吃耶稣的血 跟他的肉吗 所以他的门徒当中 好些人听了 就觉得这话甚难 谁能听得懂呢 的确弟兄姐妹 每个人听了都很难 非常难理解 因为对耶稣 这么讲到这么 入骨 甚至这么 白话的一个的说法 就是要吃他的肉 跟喝他的血 谁能够明白呢 每个人都听不懂 每个人都 I don't know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 耶稣他常常 对人说话的时候 他的境界 跟我们的理解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就看到 在63节里面 是这样说的 他说教人活着的 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神 其实耶稣 是站在属灵的角度 向人来说明 关于这个血 跟这个肉 他并不是在说 肉体 物质上的 这个血 跟这个肉 这样你就要问了 到底这个血 跟这个肉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看到 耶稣常常 就这样的方式 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 他的层次都非常的不同的 好像我们如果看的话 当这个第三章来到的时候 耶稣面对这个 这个尼哥底姆的时候 耶稣跟这个尼哥底姆 谈重生 尼哥底姆听不懂 他就讲 怎么样重新 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再生出来 耶稣跟他解释以后呢 尼哥底姆只能够说 怎能有这事呢 另外一个 我们看第四章 当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 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 他将要吃他活水的泉源 这个活水的泉源 会只涌到永生的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就问耶稣 他说 他说先生 你连水罐都没有 井又深 你怎么打水 水罐在我手上 我才可以打水 我才有水喝 而且这个水喝了会渴 所以耶稣讲的水 跟这个女人所理解的水 是完全不同 因为耶稣站在 属灵的层面来讲 尼哥底姆 撒玛利亚夫人 在物质的方面去理解 所以他听不明白 因为层次不一样 因为那个 那个的focus 焦点是不同 所以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呢 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了 他说呢 他是站在属灵上来讲的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如果你的眼目 只是放在肉体上面 你就完全的听不懂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眼目 是放在这个物质上面 你去用物质去理解 这个永恒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明白的 因为物质 这个肉体呢 是会过去 是短暂的 是不能够直到永生的 只有属灵的东西 是可以到永恒的 他的能力 价值都有这样子 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必永远活着 我要吃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这样的话 我们讲说 将耶稣说 他的肉 这样到底是什么 是他的肉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了 他这边就这样讲 他说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其实如果你去看 这个三十二节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的父 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所以第一 我们先看到 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是上帝所赐下的 所以上帝就赐给了人 有这一个生命的粮 而这个生命的粮是什么呢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也就表示说 上帝在天上赐下了 耶稣给了我们 然后我们领受的人 就是什么呢 就是领受耶稣的人 所以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 你就讲说 到底今天 耶稣的肉是什么呢 到底耶稣所说的 这个肉跟这个东西 是什么呢 他这边继续这样讲 他说我所赐的粮 是我的肉 要为世人的生命 所赐下的 这里你就看到 这一节经文里面 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必须要理解的 这里看到第一个 耶稣说 耶稣是生命的粮 他是从天上赐下来的 人若赐这个粮 就永远活着 因为赐了以后 耶稣要赐他的什么呢 赐他们生命所要的 所以这边是上帝赐下 这边是耶稣赐下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天父是从天上赐下了 耶稣也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就赐下了他的肉 也就是他的身体 这个身体呢 这个肉呢 是从天上 也是从耶稣来的 然后呢 是要为世人所赐下的 因此我们这样明白了以后呢 从天而降 从耶稣而来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到底 这个生命的粮是什么 耶稣讲说 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是要为世人所赐的 原来呢 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呢 十四节这样说 他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所以呢 耶稣说的肉 是讲这个道成了肉身 这个道成了肉身呢 就活在我们当中 所以这个耶稣所说的 这个道又是什么呢 道我们看到 在一章一节的时候 就讲什么呢 他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呢 今天呢 耶稣所赐的这个肉 就是道成肉身的肉 这个道成肉身 也就是上帝他自己 所以呢 在这一句话里面 我们才讲的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我上次已经解释过 耶稣用了两个我事来表达说 他就是那个自有永有的 他用回就业的这个观念 他就是上帝的一生 上帝就是生命的粮 然后这个生命的粮呢 他原来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 就讲到说 那个是道成肉身的那个肉 所以耶稣要吃下这个道成肉身的肉 而且这个道成肉身的肉 是上帝的道 这个上帝的道是什么 就是上帝他自己 所以耶稣讲说 我所吃的粮是我的肉 是为人世人生命所吃的 所以这个就应了耶稣 在他所说过的 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什么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呢 也就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是什么 上帝的道就是耶稣 道成了肉身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理解的时候呢 这个道成肉身 要怎么给耶稣赐下给我们呢 耶稣要如何的把他的这个的肉 跟血赐下给我们呢 我们就来看 耶稣在这个三章里面 他跟尼格迪姆对话的时候 尼格迪姆因为听不懂什么是重生 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什么 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 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永生了 所以耶稣就讲说 他将要把永生赐下 要怎么办呢 就是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 他被举起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是举起来 可能是被高举啊 耶稣被坐在宝座上 后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 我们就看到 耶稣所说的被举起来 并不是那个坐在宝座上 高高的被大家欢呼的举起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看到十二章 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讲的 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说这话 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而说的 所以你就看得到呢 在这里他就用摩西这个东西 来提醒一个敌母 告诉他 人子要赐下永生的时候 是要被举起来 就是被高举在上面 也就是要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 因此他的血跟他的肉 就因此这样吃下了 我们知道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 逾越节是在做什么呢 逾越节其实就是在 纪念上帝曾经在埃及 救下了这些百姓 上帝借着摩西 然后从法老的手中 拯救了以色列百姓 他们几百万人就从埃及地 本来是为奴的 后来就进到了旷野 就成为了自由的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去敬拜上帝 而且逾越节的那个晚上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一些的百姓就要做什么东西呢 他们就必须要预备一个羊羔 然后呢用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面 所以这个死亡的天使来到的时候呢 他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呢 他就越过了这个的门框 就去到另外一个 如果那个家没有这个血的话呢 他就怎样他就要面对他们的死亡 长子就要被杀害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时候呢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一节里面 这边呢就是上帝告诉他们百姓 要怎么预备这个逾越节 这个是第一个逾越节 这个是上帝的分布 他说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着附加取羊羔 一家一制 然后呢他讲说这个羊羔呢 是要无残缺 一岁的供羊羔 你们要从绵羊里面去 也可以从山羊里面去都可以 然后呢 十四日的时候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中要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羊羔的房屋左右的这个门框和门楣上 晚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要用火烤了 并且要用无酵饼跟苦菜同吃 不可以吃生的 断不可以吃水煮的 而且要怎样呢 要带着头腿五脏 用火烤了吃 不可以生到一点到早晨 看得到吗 在这里呢 就说不只是要杀这个小羊羔 涂他的血 甚至要吃他的肉 所以这句话当你听的时候呢 耶稣就讲他说什么呢 那个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其实耶稣在讲什么呢 耶稣是在讲这个拯救的领导 耶稣是在讲这一个逾越节的拯救 他们曾经在这个埃及 吃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 今天耶稣在他们的百姓当中 他也要为这个百姓 赐下他的血跟他的肉 因为他就是上帝的羔羊 为私人所赐下的 如果你看到的话 这边就讲什么呢 吃人子的肉是什么 表示说我们凭信心 去接受耶稣 舍去的身体和成就的一切 喝人子的血 也是凭信心 去接受耶稣流血 所成就的一切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的肉跟他的血 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赎大恩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耶稣说吃我的肉 跟喝我的血的时候 他是在讲这一个方面 因此当我们领受跟相信 耶稣的拯救 也就是他在他的这个肉身 跟流血上面 拯救我们的这个事情上 我们就怎样呢 我们就要复活了 所以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 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所以信耶稣是信什么 信耶稣为我们死 信耶稣为我们复活 所以信他的都得永生 所以因此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这样我们都很熟悉了 就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 只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 这样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 只得灵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他是在讲什么呢 耶稣要吃下他的血 跟他的肉 是要纪念这一个新的逾越节 这一个新的拯救的领导 就好像这个逾越节的羊羔 在逾越节的晚上要被宰杀 血要涂在门框上 肉要拿来给全家人分来吃 所以耶稣说 吃我的血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人 都会得到永生了 因此这一句话讲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 就觉得这话甚难 谁能听得懂呢 的确没有人听得懂 不只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百姓 他们为什么去跟随耶稣 他们跑去跟随耶稣 是因为第一我们看到 在之前我们也看到经文是这样讲 他们就说有先知了 他们要先知 他们要有宗教的这种满足 宗教性的满足 他们甚至要把耶稣做王 他们要政治上的满足 希望耶稣可以带领他们 推翻罗马政府 好像马加比王朝 好像所罗门那样 好像大魏王那样 曾经一度在这个迦南地这边的立国 然后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那边可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 然后上帝成为他们的神 甚至他们要吃 为什么呢 因为吃的饱足 所以耶稣说 你不是因为要看了神迹才来找我 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 所以这些都是百姓所要的 这个弟兄姐妹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问我们自己 如果你的眼目只有吃 你的心里只有物质的话 你一定是听不懂耶稣所讲的话 因为耶稣讲他的肉跟他的血的时候 你的眼目里面就是什么呢 你的眼目里面就是吃 怎么样去煮 耶稣的肉要怎么样 怎么样去喝他的血 喝血不是不洁净吗 还要喝耶稣的血 要吃他的肉吗 所以我们听不懂 他们听不懂 是因为眼目里面都放在物质上 都放在现实上 都放在属世的里面 可是耶稣讲的是属灵的 耶稣讲的是永恒的 耶稣讲的是属天的 当然听不懂 也不想懂 所以耶稣讲了吃我的血 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的时候 他是在讲说 他就是上帝的羔羊 是为世人所献上的 他借着他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代属 然后我们的生命 就因耶稣的这个肉体的舍去 流出的血 而得到新的盼望 我们听懂吗 我们听不懂 今天弟兄姐妹 这一段经文 常常如果我们拿来看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觉得 是懂非懂 我们今天 看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好像不太知道 要只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从属灵的眼目 来看的时候 你就明白 结果这些听不懂的人 会怎样呢 你就看到 耶稣就知道 这些人就看了以后 他们就觉得不能够明白 所以耶稣就知道 门徒为这些话而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叫你们厌烦吗 这话叫你们厌弃吗 倘若你们看见 人子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 有不信的人 所以接下来讲什么呢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所以当中也包括了 那个要卖他的油道 所以在这边 耶稣又讲什么呢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负事恩的 没有人能够到我这边来 所以耶稣就讲了 他说你们当中 真的是不明白吗 听不懂吗 为什么呢 因为眼目就是放在肉体上 眼目就是放在物质上 眼目就是放在这个 属世的政治 属世的权柄 属世的东西上面 难怪你听不懂 难怪你摸不着 难怪你得不到永生 因为你还是把眼目 放在吃跟喝 吃喝玩乐 这个就是今天 耶稣重新一次 把我们的焦点拿去 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看见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约翰福音三章 已经很清楚地讲 这个是对尼格迪姆所讲的 今天也对我们每个人讲 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他们不信 不是因为不明白 他们不信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在此 凡作恶的就恨光 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那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所以耶稣说难怪 他说呢 我跟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师 没有人能够到我这边来 所以因此就有两群的人 有一群的人是拒绝耶稣的 因为他们不要耶稣 他们恨恶耶稣 他们讨厌耶稣 因为呢 他们的罪会被显灵 另外一群的人呢 是爱慕耶稣 喜欢真理的 他们就来救光 所以因此呢 他们都什么呢 上帝讲说 这都是上帝所恩赐 所赐福的 都是靠着神而行的 因此我们看到的时候呢 从此门徒中间 有很多退去的 不再与他同行 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看 路加福音的时候 五千个人吃饱 全部拥戴他作王 要把他当明星 要把他当王帝 要把他当成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偶像来崇拜 大家都要拥戴他 耶稣清楚地 明白他们不明 耶稣清楚地知道 这一些的人 来跟从他 他们的心意 都是什么呢 都是为了吃 为了喝 为了这一些 属世的权柄 而真正不明白 耶稣要做的 这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因此呢 这一些的人 那些浩浩荡荡 那一些追星的 这些的粉丝们呢 从此就很多退去的了 五千的人 漫遍四千 三千两千 慢慢地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离开他 不再跟耶稣同行 刚刚吃过了五饼鱼 上一个厕所 就没有再有五饼鱼 肚子的东西就干净了 所以耶稣说 不要为这那个壁坏的食物而劳力 要为这永恒的食物而劳力 所以你的眼目 一直看着这个 经世的这些的福乐的时候 你永远不明白 什么叫做永恒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耶稣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 看到这些人 慢慢地走开以后 他就对他的 陆世地址 十二个门徒来说 你们也要去吗 就问了他们一个 关键的问题 其实这个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 也是当时 约翰 他来向这些的读者 来询问的 就是当时 看约翰福音的 这些的基督徒们 他也是问这句话 耶稣也问他说 你们也要去吗 如果今天 来到我这里 耶稣没有给你吃五饼 二鱼的话 你还要来吗 如果今天来到耶稣那边 你没有得到那个 你没有把 耶稣没有做王 耶稣也不是先知 你还要来吗 耶稣清楚地知道 自己将要做什么 他将要把他的生命捨去 他将要把自己的宝血流出 他的肉跟他的血 就好像 那个余夜节晚上的羊羔一样 要被宰杀 要被涂抹 要怎样呢 要被吃下肚子 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门徒的回答 就相当的满意了 西门彼得就很 就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这句话就让我们看见 这就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他明白了耶稣的话 今天把彼得就知道了 因为耶稣说 当你信了以后 你就有永生 什么是永生呢 在末日的时候 耶稣会叫你复活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边彼得就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只有你才是我们要跟从的 我们信了你 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这一段的经文 好像他给了我们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耶稣有两个的问题要问说 你们也要去吗 你要留下来跟从我 还是你今天好像这些的百姓一样 追星看到原来没有这么热闹 原来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的满足自己 在肉体上满足不了 在感情上 情绪上完全不能够满足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什么呢 那个热潮就慢慢的退下 然后呢 就慢慢的离开耶稣 一个一个的走掉 耶稣说 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抓紧了耶稣的这个机会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 今天同样的话语也向我们来发问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 耶稣是生命的粮 他将要赐给我们的生命 是那永生的生命 当然我们在当中要理解的 这个永生的生命是超乎了物质上的血缩 可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恐怕信耶稣 我们就是要得到一些什么才信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这些的 这个的什么 口号 信耶稣上天堂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有平安 弟兄姐妹 耶稣没有告诉你说 信耶稣上天堂 这个东西 耶稣今天问的就是 我就是永生 我就是什么呢 我就是那永恒的道 今天在你的这个人生 有限的年龄当中 你愿不愿意接受它 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领受这个救赎 因为上帝在几千年前 曾经怎么样呢 借着摩西 借着这个羊羔的血 拯救了这个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为奴的 到了这个迦南地 这个流奶鱼蜜之地 今天上帝也借着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从这个罗马的镇压 从这个宗教的这种的腐败 就是这个当时的圣殿 所以在当中的上帝就解放了 这些的这些的门徒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复活 让这个门徒被圣灵充满 而开始了新的圣殿 今天也是一样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耶稣也要问 今天你要永生吗 你要吃他吗 今天耶稣的肉不是唐生的肉 吃了长生不老 今天耶稣的肉跟他的血 是永生之道 你愿不愿意得到呢 我盼望你能够选择 好像彼得一样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不跟从你 还要跟从谁呢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是聪明的人 选择了这个永生之道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恩典 你赐下救赎 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让我们可以蒙受你的大恩 得到永恒的盼望 今天在你的面前 我们好像吃了他的肉 喝了他的血一样 我们今天在这个道成肉身的主里面 我们紧紧的抓着 我们在这个流血舍命的基督上面 我们紧紧的等候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赎 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感谢主 因为你爱我们 你为我们舍去你的身体 你为我们死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你所给的 愿上帝赐福 愿上帝白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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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